换手2 换手3 指导教练透过简易的口令动作 带领同学们一起开心玩蝶杯 这是新庄昌平国小举办的 创新共荣体育课蝶杯暑期娱乐营活动 校长成员们除了感谢社会局等 共同推广的单位之外 同时也说明今年活动主题有特色 暑假到了 首先要感谢我们中华蝶杯协会 以及我们新北市政府社会局 补助经费 让昌平国小可以办理蝶杯暑期娱乐营 那我们今年蝶杯暑期娱乐营 强调的是普特融合 创意的蝶杯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呢 透过孩子在蝶杯的课程当中 可以训练孩子的挫折容忍力 手远协调的能力 以及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推广蝶杯运动对于学童是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是来推办了 这个共荣体育课程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暑假 让新庄的学生都能接触到 这项运动 普特共荣的目的 可以让身心障碍的学生和一般生 同样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 此外指导教练也表示 玩蝶杯可以让孩子们不断的练习 并提升专注力 尤其透过团队合作 在游戏的时候体验到胜利的乐趣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有说了三杯 还有一些简单的手部训练 然后可以训练学生们的专注力 还有手眼协调性 然后以及他们的团队合作力 所以这个班级里面有1到5年级 都要混在一起 他们可以透过学习来互相合作 互相团结进行游戏的胜利 报名参加同学说 以前就很喜欢玩蝶杯 透过课程训练 不仅能够和团队分工合作 而且还能够堆叠出自己的快乐城堡 从互相学习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以前蝶杯是我的兴趣 可以学到互相合作 达成任务就很有成就感 我要蝶杯 跟你给高姐附加班 因应融合教育 昌平国小蝶杯娱乐营 已推动普特共融设计体育课程 不分你我 玩得开心最重要 大家共同度过快乐充实的暑假第一周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 estás我 rab 谢谢大家